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冲 昨天呢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天大的新闻就是我们的前首相纳吉 终于罪名成立 他的上诉厅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站没有的在翻身了 然后就被判坐牢12年 OK 我昨天纵观了全部人的面子输了 我发现到呢 绝大多数面子输上的人 尤其是华人 都偏向一个言论 就是说呢 509的那一票终于值得了 OK 坦白说 我从 各位网友的反应上看来 我发现到有一点就是 可能这几年来呢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政局呢 起起伏伏 首相换了这么多人 政府换了这么多次 然后马来西亚即使是最热血的华人选民啊 都已经开始对这个政治感到冷感 他们经常都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509的那一票投到来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 政府做来做去还是国政做还是武统做 感觉自己当初的付出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 OK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心态呢 就会导致大家开始怀疑人生 怀疑人生了过后呢 就会对这个政治感到冷感 但是 但是 昨天呢 这个纳吉路易呢 可以说呢 是对于这种心态的一个转捩点 就是 突然间 大家眼前一亮 我还以为我当初509那一票丢进海 原来这一票可以让纳吉进监牢 我老嘞 这样又不同讲 所以你 昨天如果你有看所有人的面子书 你会发现到啊 大家的那种热情啊 开始回来了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可能的 仅限于华人啊 对于马来社会那边还是 以来是风平浪静啊 没有什么 啊 波浪 OK 好 so 对于华人选民来说 这是一个好事来的 啊 也没有错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析 的确509的那一票 有价值 啊 今天这个纳吉路易肯定跟509那一票 有直接的关系 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啊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是 中国报的 他昨天就放了一只鸡的照片出来 他说这只鸡炒了四年才炒熟 啊 OK也就是说现在 纳吉路易的这个案件 是四年前开审的 请问四年前谁做政府 啊 四年前 是 西连做政府 啊 OK 其实呢 在509以前 在国阵执政的60年里面 你敢想象吗 会有一个前首相 啊 被 贪污罪 告进法庭 从来没有 啊 马来西亚 巫统 执政60年 从来没有一个前首相 被告进这个反贪污罪 啊 OK 所以呢 就是因为我们来了 509变天 啊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看到一个前首相 啊 被 贪污罪 告进法庭 啊 也就迎来了今天 这个 纳吉路易的这个审判结果 啊 如果没有509那一票 没有509变天的话 哪里有这种情况发生 肯定不会的吗 60年前你是怎样过 你今天依然还像60年前这样来过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大家 对于昨天这个审判结果呢 那种由心而发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一票值得了 啊 是不需要人家告诉你这一票值得不值得的 自己由心而发会感觉到哎我这票真的是值得了我讲了对不对 你不需要旁边人教你了你自己就这么感觉了对不对 啊 突然间发现到这一票非常的有益 的确 而且我告诉你 509这一票的价值呢不仅仅 只限于让拿捷进监牢了 509这一票的价值其实非常的大 啊 像我昨天我做一个视频我就有说过509以前 的 马来西亚政局呢是巫统一党独霸 拿起来50多个国会员员员了 然后 Saba Sarawa呢是彻底的跟国阵白白 啊 所以呢 就因为509一场变天你把这个60年的国阵 瓦解掉了 啊 然后呢 你也把巫统的版图呢缩小了很多 啊 像今天 巫统 还有本事像509之前 这么霸道吗 啊 根本讲话都不敢太大声了是不是 啊 所以呢 你觉得509 这一票没有价值吗 非常有价值 即使今天那件没有入役 他依然是有价值 他就是把当天那个不可一世的 国阵巫统 打成今天的小毛 打成今天的兵毛 啊 所以你说值得不值得 我告诉你509那一票的 价值还有他的影响 是 非常长远的 啊 即使到了60年后 509依然发挥着他当天 的影响影响到60年后你相信吗 今天 509已经过去了整45年 啊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政治 版图已经跟509以前完全不一样 509以前的政治版图可以讲是一成不变 还是509过后的今天 那政治版图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啊 马来票 以前是巫统一家独霸 现在三分天下 啊 然后呢 华人票 啊 以前 马花还有分到一点的 现在比较高度集中在反对党那边 啊 印度票就没差了 啊 然后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沙巴沙拉瓦已经不再是听命于国阵的小弟了 沙巴沙拉瓦差不多是已经自主独立了 啊 OK 所以这个政治版图 的变化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好事 因为呢 我们很难再看到那个呢 一岛独霸的 巫统 国阵 啊 因为现在巫统国阵 虽然他还有潜力变成最大政党 但是 他 不可能像以前这样啊 我想怎样就怎样 啊 他要很客气的问沙巴沙拉瓦 哎要加入我吧 啊 也来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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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要这样 这样的态度了 他的口气必须要有这样的变化了 不然的话沙巴沙拉瓦要踩他 啊 啊 OK 所以 我总的来说 509那一票的价值太有价值了 啊 第一个价值就是 我们把 昔日那个不可一世的国阵巫统 打成今天的病猫 啊 第二个价值就是 沙巴沙拉瓦那边呢 从 国阵那边得到了解放 不过这个解放可以维持久 我就不清楚 如果有一天巫统又强大回来的话 有可能又会打回原型 OK 然后 第三点呢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东西都起了变化 比如说最近的那个反跳槽法 啊 如果没有509变天的话 反跳槽法那里可能会出现 啊 OK 然后 第四点就是 拿捷入狱 你之前你想都不敢想 一个前马来西亚首相会被贪污罪告进法庭 但是 因为509的这场变天 这个事情 变成事实了 还成功的将他入狱 啊 OK 所以如果没有509的话 我刚才说的这四点哪里会发生 啊 所以我告诉你 就真的是没有价值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